Word 2007 如何添加图片提柱 给Word 2007 文档中的图片加上提柱 可以更方便地管理这些图片 几分钟网来教教你 你将需要Word 2007 第一步 右键单击需要添加提柱的图片 并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插入提柱命令 第二步 在打开的提柱对话框中单击编号按钮 打开提柱编号对话框 单击格式下拉三角按钮 在打开的格式列表中选择合适的编号格式 如果希望在提柱中包含Word 2007 文档章节号 则需要选中包含章节号复选框 彻置完毕单击确定按钮 第三步 返回提柱对话框 在标签下拉列表中选择图表标签 如果希望在Word 2007 文档中使用自定义的标签 则可以单击新建标签按钮 在打开的新建标签对话框中创建自定义标签 并在标签列表中选择自定义的标签 如果不希望在图片提柱中显示标签 可以选中提柱中不包含标签复选框 单击位置下拉三角按钮选择提柱的位置 设置完毕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在Word 2007 文档中添加图片提柱 第四步 在Word 2007 文档中添加图片提柱后 可以单击提柱右边输入图片的描述习惯内容 这样一个提柱就添加完成了 你知道吗 快捷键Alt加Ctrl加I表示切换至或退出打印预览